HELLO,STAR HONG KONG的朋友 大家好,我是Kaley,劉胡千艳 好,Kaley,我很開心今天做你的訪問 你的新歌《尼塞亞的詩》派出來了 這首歌我想請問你,它的意思是說什麼 你帶什麼信息給大家? 其實《尼塞亞的詩》是溫應雄為我新訂做的一首歌 它是故著我來做的 另外的歌詞,我找了一個教會朋友來幫我寫的 他寫得有點複雜的 其實初初兩年前我接到這首歌的時候 到我練好錄音 其實我過程上也不太知道這首歌說什麼 我有很多時候問Ben究竟這首歌是說什麼的 然後Ben答我的意思實在是太大愛了,太廣泛 到我經歷了一個大病 之後我就明白這首歌說什麼 也明白Ben其實想表達什麼 其實這首歌就是想說 我們人的生活這麼牢牢的 我們每一天都為了跪口奔馳 上班、下班 然後想一想去哪裡玩 但即使出糧 然後月尾洗完的糧也好 你個人都是不開心的 你們經常都會覺得 為什麼會經常都不開心 經常都很不滿足 經常覺得有時候會迷惘 我不知道是不是我追求什麼 其實意思就是告訴你 我們不能太著重於物質 有很多時候 一個人真正的滿足 不是在物質 也不是在我們這間 工作上的東西 可能是一個心靈的滿足 所以希望大家不要再 太執著於一些事情 例如尤其是Ben會覺得 為什麼香港人 或者很多人現在都可能壓力大 就覺得有什麼事情 自己不開心的時候 或者有些不如意的事情 發生的時候 都覺得 每個人都錯 是我對的 眾人皆錯為我獨對 很多人都是這樣 那這個情況 除了令自己很難受之外 都會令到別人身邊的人很難受 就是覺得你可能會這麼自私 所以就希望大家 眼光闊一點 還有呢 希望大家不要常常著重於 現在你正在看的東西 即是你正在追求 以為自己很想要的東西 可能其實你要的 根本就不是錢 對 你可能想要的是一個 安心和滿足 那這首歌 已經有MV 但是我看到MV 就是不見你出現的 只是看到有些沙華 為什麼會有這樣的概念 因為 其實我覺得這首歌 如果要用人來表達 我覺得有點複雜 以我的能力 我就暫時未去到 懂得去拍一個MV 可以表達到這個 比較深奧一點的意思 所以呢 就交給沙華那邊 讓畫家自己聽完首歌 看完歌詞 有什麼感受 就自己畫出來 我們都沒有跟沙華那個畫家 解釋過這首歌 那他自己 手歌聽了回來 感覺到這些東西 他就再畫些這些東西出來 對 二來就是因為 多數的MV 我都要自己鋪排 那 如果可以 不用見到我自己 這樣剪的話 就輕鬆一點 其實都是因為自己難 哈哈 好了 那 剛才你也說過 你說我大病 其實現在你的健康狀況是怎樣 現在的健康狀況 其實跟一般的癌症一樣 不復發就沒事的了 那 第一階段 就是做到的事情做了 就醫好了 因為可以切走的肉都切走了 那 那 希望他不要復發 那如果兩年內不復發 我基本上都安全 現在過了半年 嗯 那這樣 你知道患病之後 你的心情是怎樣 還有你對生命 的看法是怎樣 有沒有一些改觀 很幸運的是 因為發現得很快 這件事 不是應該說是 有發現到做手術 是一個很快的過程 我年初 即是一日 一二三日 總之是年初 一月 接著 醫生就覺得 你那個 柳可能是一些惡性的cancer 接著 很快就修養檢查 一個星期內就 確診了 確診了之後 幾天後就做手術 那這件事很快 那就沒有拖 那我就沒有什麼時間亂想 因為那段時間我有忙 所以 也有不開心 也會覺得 嗯 為什麼這麼正常 為什麼會發生在我身上 也會有這些想法 其實人家也會有 但是 我起碼沒有遺憾 因為 在我有生之年裡 我有盡力為我的夢想奮鬥 那這件事是我唯一無悔的 但是如果我 那時候我都會想 如果有什麼冬花豆腐的話 我會覺得 我會有什麼遺憾 就是 一來擔心我的狗 最擔心是我最不放得 最放不下 是我的狗 二來就覺得 我還未出唱片 還未成功出唱片 還未開到演唱會 這就是我的遺憾 嗯 嗯 這樣 或者這樣 新歌我們說了 那你對上那首歌 是曲和詞 都是你包辦的 歌名是 歌名是 是的 那這首歌 為什麼你會選擇 作一首國語歌呢 而不是廣東歌呢 其實這首歌 是有趣一點的 因為一般來說 就是作曲或者作詞 分開的 那我寫這首歌的時候 其實已經是 夾緊冰岸史來的 就是幾年前的事來的 那之後有一天 我就突然間 腦裏面浮出 歌詞和 melody line 是 chorus 開始先的 那我是 跟我一隻狗有關的 是的 因為我第一隻狗叫靚妹 那我這一隻狗叫蝦狗 其實兩隻都更健在的 OK 然後 因為是接牠回來的時候 我覺得很震撼 因為牠被魚龍柱捉了 然後我和很多同學 這樣去 隔錢去救牠出來 那我就覺得 為什麼那些人養了動物 可以這麼捨得 丟出街 那就算了 那我就覺得 要寫一首歌出來 就是告訴你 有些人是很狠心的 其實我某程度上 有點指責那些 狠心丟出街 或者貓出街的人 對 因為我覺得 你最初一定是答應牠 一生一世的 但是你自己都不 fulfill這個承諾 有些什麼 可能不喜歡 不相信 你就覺得很輕易 就不要牠 那之後 那之後 但是我接了回來的狗狗 我覺得 都不是說很難相處 一定是有一點點橫皮的 狗來的 對不對 人都會有脾氣 但是我覺得 我喜歡 還有我支持收養 我覺得 小動物是不需要買賣的 就是寫這首歌 是為了 希望大家不要遺棄動物 希望大家 想養動物的時候 就可以收養 我們很有愛心 這樣 你唱歌 又會作歌 除了忙唱歌和作歌之外 你現在忙什麼工作 其實近年 我就有一個機緣巧合 就嘗試去拍戲 去年 就參與了林領東導演的《沖天火》 應該會在年頭上畫 即是17年 或者16年尾就會上畫 那會是我第一部電影 最初我也是很緊張的去拍戲 而且我 因為我是 你也知道 我獨立的 沒有公司 沒有同事 我自己一個膽操衝 去拍戲 有什麼都不懂 那段時間 就很緊張 所以 花了幾個月時間 很專心 讓自己可以拍戲輕鬆一點 之後 我也不知道現在出來是怎樣的 但是 經過了 去年那套《沖天火》之後 我也開放了 開始接觸其他網絡電影 我上個月 都剛剛拍完一套網絡電影 叫做《江湖之蛇團風暴玩》 是 就是網絡電影 不是在大螢幕上畫 這間內有很多網站 可以看一些電影 但它又不是微電影 它都是長的 其實我都沒有試過 兩次都是第一次 開始就會接觸多一點 以前我會抗拒 我會覺得 都是做音樂 專注一點做音樂 好像一隻牛 現在就會覺得 其實 可能這樣也不是一件好事 就是 有時候你唱歌 想唱好一點 或者想寫一些好一點的歌 你個人的世界要大一點 所以我就覺得 我不再抗拒 去嘗試其他新的嘗試 挺好的 這樣吧 2016 就過了大半 還有幾個月 那你有沒有為止 定下目標 我每年都打算出碟 還有開音樂會 不過 今年應該未必出到碟 但是我會希望在我生日 十月那段時間 開一個小型的音樂會 那就是 因為我覺得 原來其實開音樂會 不用那麼大壓力 不用經常要訂一個場 要擠幾千人 甚至幾萬人去 不用那麼大壓力 就是令自己放鬆一點 訂一個 可以放到一百天的場 其實都挺輕鬆的 又不用特地去找贊助 又不用怎樣 叫自己的朋友 可能還有一些吉他手 一些音樂 都是專業的 來一起玩音樂 大家來聽音樂的又輕鬆一點 希望加個小型的音樂會 那我也祝你成功 今天很感謝你接受我們的訪問 好 謝謝 多謝